好 那我們看這個例題喔 看怎麼做 好 第一個題目說的喔 他說 木塊是四間五百公克 捐起來 長度給你的 三十 四十 五十 他說把假面呢 假是這一面 放在這邊 請問你壓力多少 來 現在我告訴你 從一開始要記住一件事情 注意聽喔 你只要看到壓力兩個字 第一步怎麼做你知道嗎 注意聽喔 先判別 它是固體的 還是液體的 還是氣體的壓力 我再說一遍 養成習慣 雖然我從剛開始講完而已 對不對 你記得要再講一遍喔 只要題目一講到壓力兩個字 你馬上判斷的是固體還是氣體還是液體的 然後呢 用它相對的公式去用就好 那目前你只需要一個嘛 它是固體的 所以壓力公式哪種東西 P等於A分之F 好 寫上去 寫完之後呢 題目不是會壓力嗎 所以請問你 這是哪一個 我要找哪一個 找P 那找P要找誰 找A跟F 找完以後答案就出來了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P就是我要的答案 來 A 多少 你提過我講嗎 它講說假面 請問你 假面看圖這邊 它的面積是多少 這塊面積 這裡不是50嗎 這邊呢 是不是30 我也不知道30 因為這個跟這個是一樣長才對 對吧 所以它的面積多少面積 是不是就是50乘30 對 然後分之來 F 是誰 就重量嘛 重量是不是4500 最難就4500 接下來呢 開始約分吧 0跟0約 0再跟0約 對不對 然後呢 3再跟45約 15 15除以5 3 所以答案幾乎 3 會嗎 所以你看 你沒有很難嘛 對不對 再講一遍喔 第一件事情 你先判別是哪一種壓力 固定 異體 氣體 對不對 判別完之後呢 用相對應的公式就好了 因為每公式都不太一樣 未來齁 那個講不是不太一樣 是它的那個用途不太相同 但是它們原理都是相同的 好 那第二個公司 第二題怎麼算 也是一樣 底面是這一面 所以怎麼算呢 來 P 等於什麼 A 分之 A 五吧 來 A 多少 底面的那個面積 這也是4000 這也是40 這也是30 所以是40乘30 分之 4500 對不對 所以一樣約分約分約分 15 來吧 15除以4 是3.75 所以答案就有3.75 好 第三個比 那也是一樣用壓力對不對 來吧 一樣是4500 P等4500 除以來比是上面這個吧 1445只乘40 好 也是一樣約分 我跟他約9 所以答案就9除以4 我先講一下 可以寫分數 但通常我們底話是 有個不成文的規定 寫的分數 寫小數點的部分 然後如果除不進的話 我們就40而五入 通常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等到2.25 好 所以請問你 從這個結果來看的話 你可以知道 面積越大 面積越怎麼樣的壓力會越大 面積越小了吧 請問你誰比較小 來 2.25 3.75 跟 3 很明顯這個比較小 這是哪一面 這個是乙面法對不對 所以是乙面 壓力最大 然後呢此時的這個P跟A成什麼 來 P跟A成反比 這樣會嗎 這樣會嗎 OK啦齁 好 OK 這個你把它結上去 那後面有很多題目 都是從這樣的觀念去 去找手去想的 對 照片 描 開來 靠地